学生最后就关起来了 很多各县市都有 是怎样你学校的经营都关起来 这是很离谱的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起来后 我们要花20年的时间 改变教育 为幼稚园开始 整个都改变 因为一个国家 你如果选到不选 你的教育最重要 像你欧美 为什么很多人到欧美去留学 他不要到印尼去 泰国去 还是更多落后国家去留学 因为人们要学就是要学 你这个国家优点 还是合理对 我干嘛去落后地方去学 所以 你如果能让很多国家的人 都来你这个国家留学 你这个国家就成功了 这是很重要 所以是怎样一个领导者 他要培养这个文化气息 音乐美术 甚至宗教也更重要 你们听过 有为宗教的战争 对不对 以色列很多 以前的十字军东征 是怎样宗教也引起战争 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的信仰 我的精神信仰 我的主跟你的主不一样 你一定会说我会比较好 因为他也说他比较好 那是不是两个变起来了 所以宗教 它是会分裂 人跟人之间内心的冲突 不信的话 待会下课 你们去找自己宗教不一样 你们去国 你会发现 那个真子点都出来 所以宗教很厉害 是怎样全世界宗教家 他有办法 让人家崇拜 抹拜 有这种精神的出来 你们知道这是啥 宗教家 你们知道达赖南 全世界很有名 但是他的国家是很弱 他由西藏流亡到印度 德兰沙拉 他去到印度的时候 他也没钱 他连那个 住在那里 德兰沙拉 那个 租土地 是美国给他扶的 他里面建设 他也没钱 是印度跟建设 他是流亡 所以他都要刻板人 把他建设 但是他这个国家 有一个精神 这个是很难学 他们从小到大 他要把他们西藏的文化 保留下来 所以他就是说 那样没钱 那样困难 他也要让他们 为孩子 知道他们的西藏的文化 跟这个语言是什么 因为你去到人的国家 你不可能 就一直说你的语言 所以他就跟他们的孩子 说 那学校一定要有藏文 英文的 也一定要有 英文全世界要 他在印度 一定要有这个印度的 所以他们西藏的小孩子 同时可以讲很多种话 所以他们的文化 你知道吗 高山的民族 都很会唱歌 他们都很高 他们的艺术 也表现 因为他们没什么 一堂就做 所以他就把它 发挥在艺术上 所以他们介绍这个艺术的东西 如果一般的国家 文明的国家来看 你要做他们的艺术 是很花时间的 通常是做不来 但是他们有法度 几年 对护画几年要完成 他也做 是要的 因为这个达赖阿玛 他是一个宗教领袖 他在西藏 也是一个政治领袖 政治宗教合一 他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所以他人民的治理 你如果去看 你会觉得 他的人民 对这个达赖阿玛 非常的尊敬 那种的尊敬 是一般的 这个领导者 可能没有办法看到的 因为他是 政治加宗教 这两个因素 交在一起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宗教的影响很大 像说他 他如果办一个法会 他所有的 政治的干部都会来 不是说你办法会 你宗教的团体来就好 他的一些大官一定要来 所以他就是两个合一 阿玛他现在流亡到印度来的时候 本来达赖阿玛在西藏是 讲求要独立建国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是怎样的 根据国际法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领土不可以分割 这点他跟台湾政府不一样 他就是因为这点他不可分割 所以他在中国来 他不可能可以独立 所以他现在逃到印度来的时候 他现在走中间路线 他也不谈他要怎样 他就是中间 但是他没有经济也没有钱 但是这个国家流亡到印度的时候 他还能够在全世界这么有名 你知道他靠的是什么 他也有很多资源 他的资源来自全世界各国 你应该没想到出来说 他为什么有这个魅力 你应该想看看 就是达赖阿玛 他这个国家没钱 但是他是拿什么 会全世界资源都到他 对 他宗教里面有一个精神层面 你不管什么国家的人去找他 和他讲话 你会体会到 他很强烈的一个 追求人类幸福的精神里面 他跟你讲话 他这个层面你会看得到 这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人类要幸福 人类要怎样 他讲话都是这样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人去找他 而且 他世来各国都走 他不是只有在印度 他也去走 那他为了西藏的生存 他出去是宣导嘛 所以就有很多资源就进来 那为什么非洲 中国 他们也很希望在国外宣导 但是他们就没那么强的资源 你像非洲 他很落后贫瘠嘛 但是他的人民也很懒惰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什么精神层面 可以说 非洲 你只是旧品 你一直积去 给他救济 但是 你没有一个文化 非洲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你如果去西藏 你去达来达来这里看 这么小的一个德兰沙拉 一个小山上 你会发觉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文化 你看他那么弱 他里面资讯电脑 什么都很发达的 他世界的资源 在里面 技术层面是什么 电脑是什么 他们都很会的 因为他们就从小开始没用 他知道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是要培养 然后他们的图书馆 音乐厅 歌剧院什么 通通有 你会觉得 在这个贫瘠的山上 为什么有这些 就是他要保存他的文化 因为文化是一个资产 你是用钱买不到 这个最重要 所以 他这个领导者 他不是 只是用钱在领导 他想到说 他的人民要什么 这些东西 他都尽量把创造保存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台湾政府 如果起来之后 那也是一定要有台湾的文化 这是你要让全世界的人看的 是什么 那是怎么 中华民国立委 政府走到今天 他走到今天就是 他没有给我们这些 他没有给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他是由中国那些帮来对吗 但是我们的文化学员 还是说地狱信赛都不同 你由那个地方帮来这 你的执行面 你在用的 你的人民也不一样 就像新加坡的人 很多人说 他是华裔来的 结果你在新加坡住那么多年 你的孩子也都在那儿生 你无形中 你吸收这个新加坡的地狱文化 都已经形成了 你已经不是华裔了 你那个感觉都不是了 你再说他是华裔 那就不对嘛 他又用这个中国的文化 下去把他洗礼的时候 他就实行不来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狱 已经形成你这个地狱该有的文化 台湾差不多 你如果说追溯 我都知道也有四百多年了 这四百多年来 你在台湾孕育的文化都没有 你也说不出来是什么 唯一可以说出来是原住民的东西 原住民有什么流离珠 还是说他们的舞蹈 还是说他们的 他们的穿的衣服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可能有保存 在台湾土生土长起来的东西 可能你可以说是这样 因为日本人来看 还是外国人来看 他们都会说 原台湾有原住民的东西 他们才知道这些而已 但是平地的东西都不知道 到底你们是有什么 因为我们在台湾 以前政府都给我们copy 我们都叫做代工 我们都跟他们做代工 都copy 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 不会去创造 或是想说 你自己应该有什么 不会去这样想 你应该是做白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的改过来 所以是怎么说 这个 日本跟美国 他要保安 恢复安台湾的地位 虽然说现在美国是占领 但是他不能一辈子占领 他贵也也是 因为占领不能移转主权 这个主权他没有 他也是要保安 这是贵也一定要 那因为领土是日本天皇 这个东西 他也是不可分割 因为他在台湾有新宪法 防民化 所以这个领土你不能分割 除非啦 因为我们现在是效忠日本天皇 除非我们能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 来执行这个条款 让我们毕制到日本邦连 就像大英帝国写这样 他算了很多国家做会 像你看美国很强大对不对 但是他效忠英国女王 澳洲也是啊 新加坡也是啊 加拿大也是啊 他虽然都已经是一个国家 但是他要效忠英国女王 我们的意思 我们将来也是类似这样 大家都是国家 这就是说是怎样 他自从南波伦战 他一个国际法的规定 你跟人贬任 你不能永远贬任 主权在那裡 统统不行 那就是要统统透 透去 所以 我们台湾的地位 是怎样说既负责 我刚才跟你说 那两本一定要看 就是说 你要把我们台湾的地位 慢慢脱施 解决掉 我们就像说 那个蚕蚕 壳掉了 变一只蝴蝶 就是这个要有一个 进化一个过程 你这个流程要走到 你才能走那些 因为有的人会问说 为什么美国不来讲什么 为什么他军队不进来 他不怎样怎样 那个都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很多包袱 你要去透 透开后才可以 所以 不是说那本 新台湾论音 一定要看 因为国际法里面 很亲密 坦白讲 你要在国际法 融会贯通 你要一年 你要知道 人家说什么 说来说去 要把他倒作会 你要能融会贯通 最少要一年 因为很多看忙碌 比较来上课 他相簿也是百年一年 看我们的忙碌 百年到一年 那个程度才有办法 他会想要进来上课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美国 他说 要怎样分年四千名 这个身份证 你相簿 你也要四十一万 因为你要代表 你是台湾人 你的身份证 你如果没什么 台湾的身份证 你不能证明你是台湾人 全世界你走到队都同样 你的身份证是什么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叫人 身份证 就是说 你没有代表你是台湾人 要怎么来说这个账款 再来 他为什么要分年四千名 因为那时候 美国在海外 很多国家都在线 波多黎各 古巴 琉球 菲律宾 很多人都有 最爱失败的菲律宾 他本来都贪污 他为什么贪污 本来菲律宾跟美国说 他在占領的时候 他说他要建国 美国说好 我给你十年 十年哪可以 我给你建国 菲律宾比方更简单 他十年了以后建国 但是 为什么美国现在很后悔 美国那时候 在菲律宾的时候 经济很好 把他建设得很好 比台湾更好 比台湾更好 壁子也比台湾更高 但是高峰之后 一直下降 整个菲律宾 现在是不是比很外劳 比台湾更差 美国就体会一点 人民如果没有政治素养 艺术素养 或是道德观 你让他太多的自由 太多的钱 就是害他 所以美国跟我们说 你们如果要起来 最后你要让人民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起来 这个法理的过程 台湾这个地位是什么 你一定都要让人民知道 你如果没有 他起来之后 我们起来之后很有资源 我们会很多钱 各种资源会进来 你人民都不知道 是怎么要这样的时候 贪污马上出来 菲律宾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美国有一个很生痛的教训 所以他不才跟我们说 那两条 两条而已 贪污 枪毙 犯罪鞭刑 他说人就是怕这样 第一就是死 第二就是说 他把你打得很疼 看你会害怕 现在 新加坡就是这样 犯罪都变形 你有看到那图片 那都打得 你没法睡 也没法吃 也没法走路 那很辛苦 有的人 干脆说 干脆死了 算了 所以 那个疼 你想想看 得癌症的人 他不是很疼的 有时候想过去 他说干脆死了 算了 就是那个痛 会让人 受不了 会这样 所以 美国跟我们说 这两条 法律这两条就好了 你所有的就是这样处理 你不用法庭 你就是这样最简单 他说 越多法律的地方 犯罪率越高 因为你很多条文 很多解释 很多例外 很多分类 这个就是在逃脱 那个漏洞 你如果越简单 你就是没得逃 你犯罪就是变形 我也不 我也不问你犯什么罪 只是轻跟重 一律变形 他就不管你了 你如果贪污 轻壁是什么 他是要把你严重的警告说 你贪污十块钱也一样 你贪污一百万跟十块钱是一样 他就是要让你完全 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你不要有贪污的那种想法 所以不管你的贪污多还是少 他是一样的 所以 法律就是要很简单 他的管理人民 他才会很容易 所以 他一直跟我们强调 我们的人民要学的 就是说 这个法律是什么 今天台湾政府这个法律 就是说 他法律不懂 而且也没有办法很懂 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用原来的思考模式 尤其是 中华民国过去 把我们教育很多那些东西 会让他否定我们现在这个法律 这个是很严重 所以你如果跟他少年来说 他绝对没办法接受 但是如果年轻的可以接受 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未来一定会是我们的中间干部 他现在就是要训练接班人 虽然我们还没有执政 但是我们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要训练这个 这是很重要 所以当一个领导者 他都要说那么多 你要知道 领导者有可危和不可危 他不能做的是什么 朝令夕改 第一 我今天这个政策而已 结果 随便一个人跟我讲一讲 我半个小时就改了 这绝对不能做 因为 一个指令下去是很不容易 你不能随便去改他 因为你要考虑的层面很多 不是只是 yes or no 改变去刹那而已 他后面的影响很多 譬如说 我们现在整天说 每天早上上班要九点到五点 有的人便便睡到十点才起来 他如果跟你说 没关系啦 差一个小时而已 如果你允许他这样 你就是在打击你的制度 因为你整天九点 他睡到十点你也可以 你就是在挑战你的制度 你后面的人说 他十点的时间 我睡到十一点也可以 这就乱了 所以很多人你要体会 一个制度的出来 不是针对你 是针对全体 你不容许有人破坏啦 你一下子心软给你啦 那后面通通出来了啦 你就没办法管理啦 所以很多人你要去尊重制度 就是这样 制度很不容易 所以不可以照页使改 就是这样 再来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不能说负面的话 你虽然你有很多不满 说这个事情要做得怎么样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 你反而要去说 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得好 更好 你要正面的去说 你现在 你就引导这些人 一个正面的思考 譬如说你跟他说 那个辣不要吃 辣对肠胃不好 你不要跟他说 你应该跟他说 你辣吃没关系 你再多吃一点甜的水果 或什么 可以中和一下 你知道吗 辣加上甜 会比较不辣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回去试看看 你的蜜很辣 你加一点甜的东西 会比较不辣 所以你就要去加那些料 是让他这个蜜不那么明显 那这样子 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你也不用跟他说 吃蜜很不好 怎样怎样 很坏 你就不用讲那个不好 所以这些负面的 我也都不要去说 那你的引导 所有人都讲正面 这是领导者以爱者 好 再来 因为 领导就有上下关系 那要怎样 上对下 要常常鼓励跟一个褒奖 但是你下对上 你要信任 跟尊重 如果你没有这种关系 我跟你说 这个团队一定很强 其实个人 个人的能力跟才能 不是那么重要 彼此的相处更重要 因为你这个 譬如说你一只团 你要塞 让他这样可以 你就是每个人都要出力 你比较厉 他比较厉 你两个都比较厉 那些都没效 这个团队也没法度 很好的塞 所以你怎么知道 相处是最重要 你若说平行的职位 要互相尊重 不可以说 我以前 比较厉害 我对你说话 就大小小 命令式的说话 如果你很厉害 你说话 那种命令式的口气 没人会跟你听 就是听得不舒服 他也绝对不跟你听下去 所以我感觉 这个有礼貌的言语 很重要 我们不要随便去 去画一个人 做什么做什么 把他画来画去 这个不要 你若很有礼貌的言语 他本来不爱做 听着听着也会给你做 因为听得很舒服 所以这个言语是很重要 第三 我们就是说 要加强这个相心力 如果是一个团队 对不 比如说明天要去 举办一个演讲活动 你是主持 他是接待 他是交通 大家职位不同 对不 那有些人 你不要说 我不喜欢做招待 我要做主持人 你去挑那个位置 因为 会给你分配在哪里 一定就是说 你的能力更适合这个 这个 大家合起来 合作 这是更重要 不是说我个人 喜欢做什么 再来还有一种 你们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相心力 假设说 我很不想扫地 我做这个清洁 我不想 但是没办法 你让我分到 如果 你就说 算了我偷懒一下 反正有他们扫 我不要扫 其实我跟你说 你要当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你一定基层要改革 你基层如果没做 你有一天当领导 你都不知道会脚在想什么 所以你这个基层的扎实 层面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要能够改革事情 你基层要很了解 否则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想什么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没有高深的学问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现在执政建国 他不谈你的学历 因为这个跟学历没有关系 是跟你的头脑有关系 你的头脑是扎什么 像有些人学历很高 也讨厌高 但是 他那头 他就没办法放 这头听说 看这是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去融合 他一直说他那头很好 这个就是一杯水太满 你倒下去就跑出来了 一样倒下去 你如果把它倒掉 可能我这杯水我先喝掉 都没水 开始这样来用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要替我们台湾政府 未来做更好的事情 你一定要放弃你原来的所知 你的成见 你的什么会 你都要放下 然后到现在政府需要什么会 我们做人家需要的比较重要 我们不要去做那一种 锦上添花的 这就已经做了 你也要做这个 不要这样 你要让每一个都 做得很高很平行 每一个都好 你是更重要 所以一个国家他要选 是靠每一个组成分子 不是个人 一个人很强没有办法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台湾政府 刚才秘书长一个人在做 你看做得起来吗 对不 如果我们那样多人 倒做 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你不要想说 他比较早我比较晚 我可能就没那么好 不是这样 就是说每一个螺丝钉 他都很重要 你如果摆对位置 有一天 你会壮大 这是一定的 你要由小做大 这个比较重要 你更知道说 以后你要 揣的一个团队 里面是怎样 那我觉得 每一个人来我们这 初纪班上三天 虽然说三天 你没法了解很多 但是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是告诉你说 我们有什么 有这些 过来下一次 按二十二号 二三二四要高级班 对不 你还要再来参加高级班 你这个受训可以完整 这个高级班 它会加深这个内容 那高级班上完 也不是结束了 高级班结束后 你就开始看出 这个出是要怎样 然后开始参与 周里面的活动 他们各周都有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训练干部 像说高雄周 下午两点开始就演讲 过来教日文 晚上周五会议 拜三的烟门 七点到九点 都是秘书长会下去演讲 礼拜四 就是开放给 周内的干部去演讲 每一周 他都有不同的课程 你们等以后 你们一定要参加周的活动 像高雄周是在古山区 翠华路491号 一个周里面 不是只有一个 这个是要总部 他还有很多服务处 你住哪里 靠近哪里 就会有一个服务处 服务处就是服务 大家说 你要如何收 收身份证 要如何办理 他会服务 所以你们就要了解说 你一定要参加各周的 这个活动 因为 那么多人 你们回去 大家都职合 我们台湾政府 会很快的起来 如果顺利的话 搞不好 今年 今年是一定会陆续接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接 今年绝对会这样 但是 什么时候全部接完 就是看我们的动作 所以今年是很重要的 从现在开始 你一直到年终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你这个半年里面 你快点介绍人来受训 还有新闻前快点 怎么说呢 你要执政 你不能够等到大家都跟你说 这个好了 我才要进来 那个就没有办法 没有位置 你一定会 你现在有先见之明 你很好的逻辑观 我判断我要这样做 你才有位置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我要去考高补考 那个要花钱 花很多钱 好几万 你也不见得考得上 但是我们这不是 我们这只是说 我们要给台湾一个机会 你如果去买这起 你根本不用花钱考试 你也不用怎么 你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工作 那你如果不是在 选对时机之前进来 那你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你这个7月之前 尽量更去介绍人 来玩新闻前跟这个项客 因为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像说你买股票 你如果没有在街街的时候买到 你街灌你没办法买出 贪这个钱 你要想像这样 你要投资对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有更多是谁 你的孩子 有可能你的孩子也很优秀 但是他现在没办法接受 不要紧 你先把这个理念给他说 你一直给他说 有什么资讯你都给他说 我相信 几个月后他会改变 因为我们现在的宣传 报纸 一直速度在出来 你看今年 我们过年之前的报纸 有很多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 那个速度在出来了 每天都有人卡电话 让我买申请新闻状 甚至这个不是只有在台湾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纽西兰 澳洲 都有这样的人卡电话 你觉得很奇怪 他在外国已经有绿卡 对不 他为什么要回到台湾 換新闻状 你敢想出来 蛤 对啦 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情操 他说因为外国的台湾人 他们可以提醒 没有国家的感受 没有 这个国家没有让人重视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有很深刻的这种体会 所以今天他有这个机会 可以替台湾人 尽一点力量 他会觉得很好 因为台湾起来 表现他在国家他没有地位 这很重要 所以他说无论如何 他也要回来換新闻状 甚至回来受讯 每一集都有 现状都有 所以这就是说 他已经在外国他都看网路而已 他还没像这样 他跟他说很多 他只是看网路 他就了解了 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去体会 白白是台湾人 是如何 现在台湾会让人影响更大 就是中华民国 一定用错误的观念 把我们洗 这个你要放掉 你放掉就变一张白纸了 就一样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請起立 今天 老家永川 来 来 来 谢谢大家